第五千零九十六集 林孝空感受到五瑶身上那股炽烈的天武气息 五官都扭曲了 一阵经济回想起了昔日对战五绝神的场面 昔年的五绝神可谓是惊天伟地 无比凶悍 他们万须神殿要十大天军老祖联合方可对抗 现在从五瑶身上 林孝空看到了五绝神的身影 道心都摇晃了一阵 一阵畏惧 该死 林孝空深吸了一口气 急忙守住心神 长剑祭出 剑光一晃化作千万寒冰剑影 震落下来形成一个剑阵 这个剑阵却并非杀法 而是守护 守护他自身 林孝空倒心摇动之下 不敢贸然出击 依托着剑阵制作防御 叶晨和五瑶提剑斩杀而下 下方的剑阵便是冲起千万条剑气 阻挡着两人的攻势 两人联手对抗剑气 但一时间也难以突破林孝空的防御 林孝空毕竟是十大天军老祖之一 无量镜的强者 他只做防御的话 那简直是固若金汤 以叶晨和五瑶两人此刻的修为 短时间内也难以冲破 周围的林家弟子 星月神教教众们 唯恐遭受气浪波及 远远退了开去 那边的云山雨 看到叶晨和五瑶都离开了罪恶之州 新知识机会 突然闪身暴掠 一掌隔空向着下若雪劈去 罪女 给我死 云山雨面容扭曲 这一掌气血燃烧 已经用了全力 他修为虽不如林孝空 但毕竟也是无量镜的强者 这一掌威势极其恐怖 竟将魏影 几思青 摩帝等人都逼退开去 令他们无法靠近 眼看他这一掌就要击中下若雪 但就在这时 雷电剪子里的下若雪 却睁开了眼睛 苏醒过来 下若雪一苏醒 雷电剪子咔嚓咔嚓作响 彻底爆裂开去 他的身上 绽放出璀璨的星月光辉 那星月的光辉映照珠天 令星月界的天空都变得漆黑 漆黑的天幕上 一轮圆月高悬 洒下皎洁的青灰 风声乌乌作响 如有古老的乐章在奏鸣 所有人的目光 皆是无比震撼地 汇聚在下若雪身上 此刻的下若雪 终于破节出关 所有人都能看出 他已经顺利晋升 成了真正的天君 他的身上 有天君独有的命格气息 是上位者的威严 明月天书 太上星西道 望书天珠 星月神教神通等等 无数光节的气象 在下若雪周身环绕 他圣洁的宛如月光之女神 眼看云山雨一掌杀到 下若雪不慌不芒 也是一掌派出 明月神芒绽放 身后隐隐幻化出 一道清丽绝尘的身影 那竟是星月神教先祖 清月女帝的神魂虚影 下若雪继承了 清月女帝的衣钵 此刻甚至可以借用 清月女帝的神魂力量 在清月女帝的护持下 下若雪这一掌 兵级玉骨 威严浩瀚 砰的一声 就击溃了云山雨的掌势 老祖宗 你 云山雨看着下若雪身后 那清月女帝的虚影 内心震撼 面容一阵扭曲 又是黯然神伤 清月女帝终究是 执意选择下若雪 她们这一派 却是被抛弃了 下若雪一掌 击退了云山雨 并不追杀 而是迅速飞到夜晨的身边 夜晨 下若雪凝望着夜晨 内心很是激动 脸颊又是一阵潮红 若雪 你终于破节出关 晋升成了天君 夜晨看到下若雪出关 也是惊喜万分 紧紧握住她的手掌 若雪姐姐 恭喜你了 五瑶也是玩耳笑道 下若雪摁了一声 笑着点点头 目光望向见阵中的林孝空 眼里略起寒芒道 我心愿神教 如今混乱在此 都是此人在导乱 咱们便杀了她 正是如此 夜晨点点头 便准备与五瑶 下若雪全力出手 击杀林孝空 林孝空脸色苍白 大感不妙 其实 如果只有夜晨和下若雪的话 她并不惧怕 但现在还有一个五瑶 而且下若雪身后 也有清月女帝的护持 她的处境 顿时变得无比危险 林宝宝 你害怕了吗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清脆的女声 却是在远方的天空传来 只见一个名利挑扬的少女 身穿彩衣 腰间配件 踏着一条红桥 与风踏空而来 正是莫彩蝶 夜晨看到莫彩蝶来了 顿时心头大振 瞳孔收缩 林孝空却是惊喜叫道 彩蝶小姐 你来了 夜晨虽竭力阻断因果 但林孝空的呼喊 还是将莫彩蝶召唤了下来 彩蝶小姐 快快杀了这些人 林孝空大叫道 她知道莫彩蝶的厉害 那大梦千秋的尽数修为 其实已经超越了 其父亲莫苍蓝 梦境手段 已经接近无无的境界 神秘莫测 不可思议的诡秘与强大 你想让我救你出去吗 莫彩蝶笑道 是 彩蝶小姐 看在我和你父亲的交情上 还请你救林伯伯一次 多谢你了 林孝空有点灰头土脸 主要是五瑶的存在 让她大为忌惮 她就算有再厉害的手段 在五瑶面前都无法发挥 毕竟五瑶就是新一代的天武霸主 继承了旧日之主所有的修为 实在太过强悍了 有五瑶坐镇 再加上夜晨下若雪 她已经没有一点圣迹 莫彩蝶摇了摇头 低声道 我父亲已经死了 林孝空一呆道 什么 莫彩蝶道 你没听到天皇谷中的钟声吗 陛下献戒了我父亲 窃取了天皇谷中 我父亲已经死了 林孝空一阵震恶 他当然听到天皇谷中的钟声 但星月界烽火混乱 他窥探不到背后的因果 哪想到羽黄谷帝 竟是拿墨苍蓝做献祭 窃取到了天皇谷中 想到羽黄谷帝的凶狠毒辣 林孝空又是一阵惊计 不知何去何从 但是不管如何 还是尽快离开此地为妙 林孝空定了定神便道 彩蝶小姐 你要急哀 你先救我出去 把这些人全部杀了 就算杀不了 你也要把他们永远困在梦境里面 不要放他们出去 莫彩蝶嬉戏以笑道 你想让我出手吗 那你先自断一臂 林孝空耸人一惊道 什么 莫彩蝶笑道 想让我出手 总要付出一点代价吗 他说这话的时候 突然一道剑光 贯穿了他的身体 是叶辰出手了 叶辰趁着他不注意 一剑将他贯穿 但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叶辰刺穿莫彩蝶的身体 却没有鲜血流出 甚至叶辰感觉不到一点血肉的充实感 好像刺在空气之上 莫彩蝶的身影 好像就只是一道幻影 叶辰常见一刺过去 就直接穿透了过去 哎哟 你这人怎么突然偷袭我 莫彩蝶撇了撇嘴 一阵沉怒 一掌向叶辰胸膛拍去 叶辰大吃一惊 急忙后退 莫彩蝶一掌拍空 倒也不追击 笑道 我见过你人黄圣刀的厉害 心里害怕得很呢 所以已经对入梦境 在现实世界里面 你是杀不死我的 我只不过是一道 梦境的投影罢了 他这话倒是真实 上次叶辰拔出人黄圣刀 把他吓得不轻 甚至连宝藏都不敢抢了 如今的他面对叶辰 甚至连真身都不敢暴露 只藏身在梦境里面 叶辰现在看到的 只是他梦境的投影 林小空赞叹道 彩蝶小姐 你的术法神通 已经达到了梦境现实 自如变幻的地步 真是可喜可贺呀 现在天下之大 除了陛下 已经没人能伤害到你了 莫彩蝶藏身在梦境里面 现实世界的人 就算强如人天女 人非凡 都不可能伤害到他一条毫毛 因为他真身根本不在现实世界 唯有羽黄谷帝 才能利用一些特殊的手段 伤害到他 莫彩蝶笑道 林伯伯 那你要我带你走吗 林小空点头道 要要要 他始终是忌惮武遥 心里已经没有战斗的意志 武遥乃是新一代的天舞霸主 绝非他能够对付 如何解决 只能请羽黄谷帝试下 木彩蝶眼珠子一转笑道 那你断掉一条手臂 我就帮你 林小空道 为什么 莫彩提到 没有为什么 我父亲说过 做人要脚踏实地 就算做梦 也不要脱离现实 等家交换是最完美的法则 你想我出手 就拿出点东西来交换 自断一臂 或者挖出一颗眼珠子 顿了顿又笑道 你不敢自己动手吗 那我来帮你 说完 莫彩提突然一个闪身 飞到林小空面前 林小空只觉得一阵梦幻 脑袋嗡嗡作响 而后左臂刺痛 忍不住啊的一声惨叫起来 低头一看 他的左臂 已经被莫彩提扯断了下来 扔在地上 竟如同泡影一般 化作一个个气泡 消失掉了 你 你 林小空大害 双眼一阵发黑 夜晨 夏若雪 武瑶 云山雨等人 也感到天旋地转 日月摇晃 周围的一切 虽然看起来没有任何的变化 但他们却敏锐地发现 世界法则已经脱离了真实 变得虚幻 捉摸不定 这已经是梦境的世界了 即便沉稳如云山雨 此刻也惊慌了 看着莫彩提到 你这小姑娘已经布下梦境了 莫彩提露出了两排背驰 嘻嘻 是的 欢迎各位来到我的梦境里面 他这番话落下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天空与大地颠倒了 天空沉落下去 变成了大地 大地上的建筑 山石 河流 却飘到了天上 一切的一切 都变得无比诡异 无比惊悚